无论是过山车还是水上滑梯 主题公园里的超级刺激的游乐项目 一定是最让人心跳加速的了 但是尽管有安全带腰带和警告标志 它们并不总是看上去那么安全 所以维护不善单纯的人为疏忽和疯狂的设计 有许多游乐设施的事故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所以现在是时候系好安全带 做好准备了 让我们来看看更多必须关闭的主题公园游乐设施 喷杀机 戴顿海滩市木栈道是佛罗里达州著名的游乐园 不过几年前它的一个游乐设施 却因为种种失误登上了新闻头条 喷杀机是一个标准的53英尺钢制过山车 建于20世纪70年代 自2013年以来一直由木栈道游乐园负责运营 但在2018年6月灾难降临了 过山车的第一个车厢突然脱轨 将两名乘客从离地面34英尺高的地方抛了出去 这就像被人从三层高的大楼里推了出去一样 天哪 幸运的是没有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 该游乐设施立即被关闭 佛罗里达州官员开始了调查 但是他们发现的情况让他们震惊不已 一年多以前 检查人员在对游乐设施进行评估时 发现了不止一处两处 而是十几处违规行为 于是他们下令立即停止使用 这些违规行为包括座椅损坏 栏杆过度腐蚀 甚至在轨道上还有一条大裂缝 这些问题可不是刷刷油漆就能解决的 因此 游乐设施被关闭 进行了认真的维修 在五个月后才重新开放 然而 就在事故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五月份 游乐设施又因过度腐蚀而未能通过检查 经过更多的维护后 另一位检察员为其重新开放开了绿灯 但就在几个小时后 可怕的悲剧发生了 哇 哪个检察员是不是戴了眼罩呢 调查显示 过山车以每小时22英里的速度 快速地冲向弯道 导致了拖轨事故 更糟糕的是 工程师们还在铁轨上发现了证据 证明 喷杀机过去曾多次脱轨 却对州政府指字未提 喷杀机的黑历史和明显的疏忽 决定了他的命运 该游乐设施于2019年被拆除 漩涡 左浦公园喜欢将自己定义为 英国最刺激惊险的主题公园 老实说 这没毛病 假设他们所说的惊险是指恐怖的话 那要归功于2018年 在那里发生的一起事故 他们的游乐设施 漩涡的设计 是让游客在一个大型机械臂上旋转 机械臂在一个半轴上转动 因此 在旋转的同时 乘坐者还会被左右摇摆至65英尺的高空 看起来 这是让人头晕目眩的终极方式 但早在2018年 观看骑手的人们更加感觉到害怕恶心 当机械臂将尖叫着的骑手旋转起来时 一个巨大的东西突然从游乐设施上掉了下来 从游玩者的旁边掉了下去 只差几英寸就砸中了他们 操作员立即关闭了游乐设施 担心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机械部件 导致游乐设施可能在他们头顶上散架 但仔细一看 他们才发现 原来只是游乐设施座椅上的一块泡沫 因为故障飞了出来 他们松了一口气 又进行了一些例行的安全检查 15分钟后漩涡才重新开放 真是好险呢 垂直加速器 2019年 两位神经紧绷的男士 坐在佛罗里达眼镜蛇冒险乐园的垂直加速器上 他们的朋友正在录制视频 他们即将开始的160英尺高空之旅 现在 有没有人注意到 左边的缆绳和右边的缆绳相比 被磨损和拉伸的程度有多明显 继续看吧 就在操作员准备拉下释放杆时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真是千钧一发呀 如果游乐设施操作员再晚一秒发现绳索断裂 这些人可能就会被扔出去摔死了 幸运的是 没有人受伤 游乐设施也立即关闭了 你以为眼镜蛇探险公园会对这次险情展开全面调查 然而 他们只是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称他们所有的游乐设施 我引用一下 始终保持着最高的安全标准 对不起 他们和我们看的是同一个视频吗 在谷歌地图上快速浏览一下就会发现 如今垂直加速器依然屹立不倒 你认为这次危险的发射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事故 还是应该永远关闭呢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跨越式过山车 跨越式过山车的概念是真正的肾上腺素迷梦寐以求的 但很遗憾 这种听起来很疯狂的游乐设施并不存在 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这要归功于一个鲜为人知的东西 那就是物理学 因为过山车没有发动机 他们依靠惯性 重力和能量之间微妙而不断变化的平衡来滚动 因此 如果没有轨道 他们就完全无法被预测和控制 然而 这种限制并没有阻止人们通过一些顶级的视觉效果 将无鬼环过山车变为现实 我的意思是 这段视频看起来如此逼真 在网上得到了大量传播 但是 如果这是真的 微风一吹 火车就会偏离轨道 坠落到地面上 话虽如此 但没有人会奔倒去尝试制作跨越式过山车 对吗 那么早在1902年 康尼岛大炮过山车 最初就打算建造一条真正能跳过缺口的轨道 火车会被牵引到山顶 使过一个大炮形状的隧道 然后从轨道末端的缺口被推出来 这一死亡特技的目的 是让乘坐者感觉就像从大炮中射出一样 虽然赛道是按照规格建造的 但用沙袋进行的几次测试 都导致了灾难性的撞车事故 幸好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 虽然轨道被填平了 但由于只有40英尺高 速度不够 因此即使按照1902年的标准 大炮过山车也显得非常乏味 这导致它在建成金五年后就关闭了 哇 真是太失败了 海啸 有了海啸这样一个名字 你可能会以为下一个游乐设施 是某种疯狂的波浪池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只是苏格兰MD主题公园的 一个倒置的钢制过山车 该游乐设施曾作为MD嘉年华的一部分 在全国各地巡游 2004年才落户该公园 尽管这座66英尺高的过山车 深受人们喜爱 但它的运行记录并不理想 2011年 过山车发生故障 乘客被困在60英尺高的空中 长达8个小时 他们最终从座位上被调出来后才获救 虽然看起来令人心惊肉跳 但与2016年6月发生的灾难相比 那次事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天下午 海啸号黄色列车在铁轨上行驶 突然整个列车脱轨 他以每小时40英里的惊人速度 撞上了一根支撑梁 然后从30英尺高的地方坠落下来 摔得粉碎 尽管场面十分凶险 但是幸好没有人员死亡 两名成人和8名儿童在事故中受伤 后续对这起毁灭性的事故展开了健康和安全调查 然而 调查人员并没有为他们的发现做好准备 几天前曾对车轴进行过维修 但使用的焊接金属完全不兼容 这意味着 当列车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弯时 车轴发生了故障 导致整个列车脱轨 更糟糕的是 就在事故发生的16天前 一名列车检察员还批准了这项工程 最后检察员被禁止工作 海啸号被从公园中移除 MD公司已违反健康和安全规定 被罚款近10万美元 也许它与真正的海啸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但这个游乐设施最终肯定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这一切是否让你重新考虑是否再去主题公园呢 好吧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在不冒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尽情娱乐 就在这里 只要点击下面的点赞和订阅按钮 当我发布令人兴奋的新视频时 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 都点了吗 好极了 现在下一个恐怖过山车是什么呢 弗吉尼亚州多米尼克国王游乐园的 音速XLC游乐项目 因等待两小时游玩10秒钟而声名狼藉 虽然这样说有点刻薄 但严格来说 该游乐设施的时长为20秒 利用圆形空气压缩系统 乘坐者在1.5秒内从0加速到80英里每小时 在165英尺的山坡上加速 然后从另一侧垂直落下 正如这位女士将要演示的那样 速度和听起来一样快 希望她喜欢她的新发型 这个独特的景点于2001年开放 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然而有传言称 在启动时举起双手的乘客 经常会因为受到启动时巨大的冲力 而导致肩膀脱臼 显然这导致了极其诉讼 对国王之城游乐园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该过山车被迫于2007年永久关闭 这距离它的开放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 但问题是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诉讼记录 甚至连受伤的记录都没有 原来游乐设施被关闭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的危险性 而是因为它不可靠 由于是原型机 该游乐设施每个季度都要停工数月进行维护 由于耗费了公园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该游乐设施最终被出售 但是没有其他公园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因此该游乐设施被拆除了 遗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我更喜欢肩膀脱臼的那个解释 任何游乐园的开源日 通常都会让游客兴奋地尖叫 但加利福尼亚州都柏林的海浪水上乐园开源日 却让一名游客痛苦地尖叫 早在2017年 一名十岁的男孩决定尝试全新的翡翠瀑布滑道 该滑道将乘客从48英尺高的地方 几乎垂直落到下面的潜水池中 他的身高和体重都在限制范围内 但当他到达底部时 他在水面上滑了一下 然后从侧面滑到了光秃秃的水泥地上 天哪 我本想哭着找妈妈 但这个小传奇人物却站了起来 走了过去 虽然他没有受重伤 但游乐设施在首次开放后仅90分钟就被关闭了 调查人员被请来找出出错的原因 并将一个78磅重的沙袋 与男孩的重量相同 从滑梯上扔了下去 但当沙袋落到水池中时 他们惊恐地发现 沙袋也从两侧飞了出去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水槽底部的深水池会让较轻的汽手突然停下来 这是一个在测试过程中就应该发现的基本错误 大瀑布的制造商白水公司坚称 他对所有游乐设施都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但彻底调查后发现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不仅如此 调查还显示 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其滑道能保证人们安全的情况下 任意采用了普通过扇车要求的身高和体重限制 男孩的家人提起诉讼 并与制造商达成和解 后者勉强承担了全部责任 在对水流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之后 滑道最终于2018年重新开放 这次 它成功地开放了90多分钟 超人力量之塔 一想到要从飞驰的过山车上被甩下来 就觉得很可怕 但这与13岁的凯特林·拉希特 在肯塔基六七王国所经历的相比 简直就不足为惧 2007年 凯特林准备乘坐公园里的超人力量之塔 这是个跳楼机游乐设施 它能将游客举到近180英尺的高空 然后以54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落下 光是看着就足以让人为力翻江倒海 但就在凯特林被吊起来的时候 过山车颠簸了一下 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抽打声 突然 一根将游乐设施吊起来的缆绳 吊到了他的头上 部分缆绳缠住了他悬空的双腿 他旁边的人吓坏了 向操作员尖叫 让他们停下来 但无济于事 缆车吊了下来 缆绳切断了可怜的凯特林的双脚 他被紧急送进了手术室 医生重新接上了他的右脚 但他的左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凯特林的伤势改变了他的一生 游乐设施被关闭 经过彻底调查后 游乐设施再也没有重新开放过 原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问题的电缆逐渐老化 而公务员的检查人员 却从未发现过这一可疑之处 更糟糕的是 18岁的游乐设施操作员 听到了断裂声 却没有及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专家们认为 如果当时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 凯特林就不会失去这两只脚 而只会受到一些擦伤 所有这些因素都牢牢地落在了 六七公司的肩上 凯特林的家人理所当然地 起诉公园的疏忽 他们获得了一笔未公开的赔偿金 其中包括约50万美元的医疗费 就像凯特林一样 六七游乐园在2008赛季开始前 拆除了这个游乐设施 力量之塔并不是唯一一个 有着超级邪恶过去的 超人主题游乐设施 钢铁飞车建于1999年 位于纽约的达里恩湖主题公园 也是六七游乐园的所在地 这座超大型过山车 爬升高度超过200英尺 并已超过7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轨道上飞驰 让游客真正体验了一把当超人的感觉 只是没有鲜红的斗篷和内裤 然而早在2011年 一位勇敢的退伍军人 詹姆斯·哈克莫中士 登上列车后不久就发生了混乱 他为了保卫国家失去了双腿 哈克莫中士坐在最前面 火车在轨道上飞驰 在接近一座小山时 突然被弹出了车厢 不幸的是 他没能幸免于难 游乐设施也被无限期关闭 调查发现 在钢铁飞车操作员培训手册中规定 所有乘坐者必须有两条正常的腿 这是因为 梯形横杆游乐设施的束缚装置 需要夹住乘客的臀部和小腿 然而 当哈克莫的朋友把他抬到前排座位 让操作员看到他的残疾时 他并没有想到要阻止他上车 后来又传言说 公园的一名员工告诉哈克莫 他可以乘坐任何游乐设施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实际上 有人向他提供了一份 关于游乐设施安全信息的小册子 但他拒绝了 声称自己已经有了一份 最终 游乐设施被允许重新开放 达里恩湖公司对此次事件负责 他们最终支付了一笔 未公开的七位数赔偿金 不过 这并不是钢铁飞车 第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 1999年 一名体重超过300磅的男子 从游乐设施的约束装置上滑落 被抛数十英尺高的地面 在调查过程中 达里恩雷克辩称 束缚装置按规定工作 但由于他的体型 束缚装置未能正常涅合 他获得了285万美元的赔偿 在列车上加装了更安全的约束装置后 游乐设施又重新启动了 尽管如此 这些约束装置显然还不够安全 旋风 纽约市是科尼岛月深公园的所在地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游乐园之一 传奇的旋风过山车就位于公园中心 这个标志性的木质过山车 于1926年投入使用 它能将游客带到八层楼高的地方 然后让他们以每小时60英里的惊人速度 在顶部和弯道上自由穿梭 近100年来 旋风市过山车一直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尽管它在轨道上的安全记录 并不是最好的 乘客们只能通过一根单圈横杆固定 一些傻瓜很容易将横杆压倒 或从横杆上挣脱 早在1985年 一名男子为了获得更多的肾上腺素 而站在游乐设施上 却不小心撞到了横梁上 被摔到了下面的地面上 随后 在1988年 一名建筑工人乘坐了旋风列车 也在列车冲下陡坡时沾了起来 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 他也被甩到了一边 不幸的是 这两名乘客都没能幸免遇难 但由于这些事故 都是他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旋风号至今仍在运营 不过 看到他们的愚蠢选择如此相似 你会认为月神公园 应该为火车重新安装更好的固定装置 对吧 或者 至少进行强制性智商测试 然而 公园的运营者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在过山车的顶端 画了一个 请保持坐姿的标志 这就是最好的健康与安全 新德州巨人 德州巨人在1990年首次亮相时 创下了全世界最高木质过山车的惊人记录 这台巨型过山车使用了90多万英尺的木头 建造了许多令人心跳加速的顶部 落差和垂直转弯 它的高度超过140英尺 最高时速达65英里每小时 有些落差就像从13层高的大楼上掉下来一样 木质游乐设施虽然好玩 但因过于粗糙而声名狼藉 因此 该游乐设施在2009年进行了翻新 终于于2011年重新开业 取名为新德州巨人 一切都进展顺利 直到2013年7月发生的事件 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士在乘坐巨人号时 在第一个陡峭的下坡后 她从车厢里翻了出来 从令人震惊的75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 不幸的是 她没能逃过一节 游乐设施被关闭 等待调查 安全专家对游乐设施选择的约束系统提出了质疑 尽管速度极快 转弯极多 但该系统只用了一个圈杆来固定乘客 然而 有目击者站出来声称 在列车离开车站之前 这位女士就已经提醒了一名服务人员 她的腿部固定感没有固定好 显然 她听到锁扣发出了一次咔哒声 这表明锁扣没有锁紧 随后 服务员对她的腿感进行了快速的推拉测试 尽管她身材高大 也有顾虑 但服务员还是向她保证不会有问题 好家伙 最终 这起悲剧事件被归咎于受害者的体型和服务员的失误 而不是她的约束装置失灵 因此 该游乐设施只关闭了两个月 在重新开放时 她重新设计了膝盖杆 并增加了一些安全带 现在 体型较大的乘客可以放心地乘坐游乐设施 而不用担心会掉下来 他们是否愿意乘坐 那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飞行指挥官 俄亥俄州国王岛的安全记录并不是最好的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自1976年以来 至少有7人在该公园丧生 这些事故从医疗事故到雷击事故不一而足 但其中最突出的要归功于所设计的游乐设施 飞行指挥官 乘坐者被固定在小吊舱中 被带到60英尺的高空 并在机械臂的转动下旋转 每个吊舱都与后面的旋转部分相连 通过操纵杆 游客可以将自己的吊舱旋转360度 就像在控制自己的小飞船一样 但在1991年 就在它开放的一年后 这个宇宙飞船的幻想破灭了 一位女士独自登上了游乐设施 但不知何故划出了吊舱 从60多英尺高的地方坠落到地面 不幸的是 它没能生还 但这一事件却让调查人员挠头不已 它的肩不安全带和腿不安全带都被固定在吊舱内 而这两种安全带的功能都完好无损 那么 它究竟是怎么溜出来的呢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人们发现这名妇女当时已经严重醉酒 于是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据说 在醉酒状态下 她瘫软在座位上 由于设计上的缺陷 她滑到了旁边无人的座位一侧 并扭动着摆脱了固定装置 也许她要吐了 或者她已经完全昏过去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她都没有好的下场 游乐设施被关闭了 但在1992年重新开放时 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故 即便如此 她的声誉还是受到了损害 仅仅三年后就永远关闭了 雷霆激流涌进 在澳大利亚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对你不利 蛇 蜘蛛 甚至是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 不信吗 那你就等着听听梦幻世界的雷霆激流发生了什么吧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激流涌进项目 大型环形木房在波涛汹涌的水道上漂流 由传送带系统从水面离开 这项游乐设施的最高时速仅为28英里每小时 几乎算不上是一项惊险刺激的冒险项目 不过早在2016年 它就成了一项惊险刺激的冒险项目 那天游乐设施的一个重要水泵发生了故障 导致水位下降 由于水位下降 传送在附近的一个木筏被搁浅在支撑轨道上 无法到达卸载区 但不到一分钟后 另一个筏子从他们身后飞速驶来 撞上了第一个筏子 整个筏子被颠得直立起来 四名乘客被掀翻在地 有的被困在筏子下面 有的被困在移动的传送带上 可怕的是 他们无一幸免 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 最严重的主题公园事故之一 一项全面的安全审计结果表明 游乐设施的安全和维护系统 非常的简陋 而一个简单 便宜的水位监测器 本可以避免整个灾难的发生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疏忽 导致游乐设施于2018年被拆除 梦幻世界的母公司 因违反健康和安全规定 被处以28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天哪 在此 我要向油管用户cupcake致敬 感谢他在本系列第一集的评论中 推荐了雷霆激流永进 如果你还没看过 那就去看看吧 如果你还知道 我没有介绍过的其他游乐设施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谁知道呢 说不定第三集会提到你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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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